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众人喊价一千八百万前任傻眼了 我太傻了 从小 我和唐月青梅竹马 高中 他给我补习 我就趁机向他表达了爱慕之意 他说 等我考上大学再说 高考填志愿 我选择了和他上同一所大学 以为我的花季来了 没曾想 他骗了我三十万 甩了一张欠条给我 告诉我 他要去追笑花席香薇 让我不要阻拦他的爱情 念在我们两人从小就是邻居 我没有报警 不希望因为这是给他留下人生污点 但我真的好伤心 爬上天台 哭得稀里哗啦 一边哭 一边骂着唐月 原本以为天台没人 所以哭得很是放肆 眼泪鼻涕直流 旁边有人默默地递了一包纸巾 我顺手就抓过擦了 擦完才回过神来 转身 我就看到了我们学校的校草 周黎就这么看着我 我气呼呼地说道 没见过女生哭啊 没见过 还挺好看的 周黎打趣 看看 这是人说的话吗 我气得想要打人 不就是一个男生吗 要不我们谈恋爱 周黎笑道 反正你三十万都借给唐月了 想来也不会嫌弃我穷 我这才想起来 周黎本校男生颜值担当 当之无愧的校草 但是他也是我们学校最穷的一位 听同学们八卦 他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学费都是自己打零食公正 什么脏活苦活够干 去年他在工地搬砖的照片 被人挂在了学校公告墙 没有人同情他 反而招来无数的嘲笑鄙视 还有人给他取了一个绰号 乞丐公子 就这样 周黎拉着我的手 从天台下来 那天是周末 他提议去看电影散散心 我同意了 看完电影 在商场一楼的时候 他借口去洗手间 让我等等 等着他再次回来 手里多了一个礼盒 萝卜丁口红套装 限量版 周黎 你那里来的钱 买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说道 你也是胡闹 我们赶紧去退掉 这个限量礼盒三两千呢 他也不是富二代 家里有矿随便花的人 打工正的 周黎笑着 不用分说 拉着我就走 就这样 我和周黎开始谈恋爱 但我没有收到任何的祝福 和我关系好一点的朋友 劝着我 晚晚 都是成年人 脸不能当饭吃 趁早分了吧 更有一些人嘲讽我傻 追不上唐月 找这么一个穷lex 话说得特别难听 还有人说 笑花席香薇 可是典型的白富美 都不敢养他这种小白脸 我凭什么呀 家里有矿吗 周黎似乎不太会谈恋爱 每天也就是微信上 给我发个早安 或者晚安 我有时候 给他聊学校的一些趣事 他就是一个安静的听众 这种关系 维持了一个多月 这天是周五 我下午没课 在宿舍被英语单词 备考六级 同寝室宋月 从外面风风火火地跑来 把我手中的书扔在桌子上 拽了我就要走 晚晚 你还有心情被英语单词 唐月找席香薇表白了 在我们楼下摆新型蜡烛 走走走 我身不由己 被他拉了出去 果然 就在我们宿舍楼 围着好些看热闹的人 宋月很八卦地 在我耳畔说道 晚晚 你知道吗 我听说 唐月为着追女神 可是下了血本 特意重金找人 买了一个喜女神 想要了好久的香奶奶 限量款包包 好几万呢 是吗 我心不在焉地说道 唐月特意找了 她的朋友们一起 高声叫着喜女神的名字 吼着我爱你 终于 习香薇在众人千呼万唤之中 走了出来 我准备走了 这狗粮 我不想吃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轻轻地扯了我一下子 耳畔 传来周黎的声音 晚晚 你怎么没有回我信息 看热闹 没顾得上 我忙着说道 周黎拉着我退后了几步 把一个手提袋递给我 笑道 摄友买了准备送给女朋友的 结果 前两天闹分了 她非要把包八折过给我 我推脱不了 就要了 晚晚 你别嫌弃 等着我赚钱了 再给你买好的 手带上熟悉的香奶奶标识 闪下我的太白金狗眼 我忙着说道 周黎 你别闹 让你摄友退掉就好 没拆封卖点当行也成 这 太贵了 一个香奶奶的包好几万呢 我一个学生 背这么贵重的包做什么 周黎贴在我耳畔 低声说道 你还真信是香奶奶 高房品 我摄友花了一千二百买的 过给我九百块 没法子卖点当行的 我就想着 看着还蛮好看 你平时用用 说着 周黎又小心翼翼地说道 晚晚 我送你高房品的包 你不会生气吧 我扑翼一声就笑了出来说道 你送我真凭我才生气呢 那么贵 饭不着 席香薇有 周黎小声地说道 我愣了一下子 细细地去体会她 这句话的含义 周黎和唐月寝室相连 唐月这人 爱炫耀 想要表白席香薇 还弄这么大的排场 又买如此奢侈名贵的包 自然是一早就嚷嚷得人尽皆知 周黎知道我和唐月的事情 怕我伤心 也特意也买了一个香奶奶的包送我 我把周黎拉到一边的树荫下 逼声问道 周黎 你对我说实话 真是高房品 周黎连连点头 说道 真是高房品 她一边说着 一边把手袋打开 从盒子里面 把一款奶黄色的包取出来 说道 你看看 这项真品吗 小金球 看到小金球的时候 我相信周黎说的话了 这一准就是高房品 山寨货 一位正版小金球超级难买 老顾客还需要预约 香奶奶专柜都没有货 我上铺就是一个奢侈品控 常常和我们八卦这些 晚晚 这包和你挺配的 周黎笑着 那边 宋月跑过来找我 大嗓门吼着 晚晚 你怎么在这里 啊 小金球 你这个也是香奶奶 小金球啊 被宋月一嚷嚷 那边 很多人都看了过来 我背着包转悠了一圈 颇为开心 那边 唐月冷笑道 周黎 送女生一个山寨 你好意思啊 当真众人 我怕周黎脸上下不来 忙着说道 我就喜欢山寨 关你什么事情 也不是谁先带头笑的 紧跟着就有人七嘴八舌地笑话着 穷就穷了 买个两块钱的手提袋不好吗 非要买香奶奶 还有女生这么贱 喜欢山寨 大概就图周黎那张皮 也不看看周黎是做什么 手上的老茧 连刀都剁不破 她也不怕个得慌 和她妈一样贱呗 唐月讽刺我 我再也忍不住 冲到唐月面前 问道 唐月 你说什么 我说错了吗 唐月从鼻子里面哼了一声 说道 我开始还真以为 你是豪门小姐呢 结果 你妈犯贱 净身出户 早就和你爸离婚了 我气得发抖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爸爸劈腿 我妈妈一气之下离婚 远走他乡 把我丢给了姥姥照顾 姥姥给我改名 春晚晚 远路应悲春晚晚 残销尤德梦依稀 我看着唐月一张嘴一开一合 气得一巴掌就甩了过去 当然 我没有打到唐月 而是被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狠狠地推向一边 周黎忙不迭地抱住我 原本一张清俊温雅的脸 气得铁青 唐月 你骂我不要紧 但你不能骂婉婉 更不能骂人家妈妈 周黎怒道 你要给婉婉道歉 骂了又如何 唐月冷哼了一声 说道 骗了我两年 我还不能骂了 我脑袋嗡嗡作响 这才明白 原来 唐月以为我家有钱 所以才答应我的追求 在得知我爸妈早就离婚 刘家家产和我一毛钱关系 都没有的情况下 立刻就把我甩掉 而今 她居然认为 我骗了她 周黎 割甩掉的女人 你捡回去当宝啊 唐月越发地嚣张 周黎扶着我 冷着脸 对站在一边地 看热闹的习香薇说道 薇薇 夏月老杨那边 有一个地下拍卖 让唐月带二百万入场 见识见识我们的世界 一项高贵冷艳的习笑花点头 周黎的这句话 我并没有听懂 当时我整个人都是猛圈的 脑袋里面似乎有直升机在轰炸 父母的事情 一直都是我幼小童年 心中没法子愈合的伤痛 如今 这个从未彻底愈合的伤口 再次被人血淋淋地拨开 痛得我全身发抖 周黎安慰了我 宋月以及我一个寝室的朋友 都安慰我 但我还是哭了好久 这天是周六 周黎一早就和我说过 他要带我去他朋友那边玩 我特意换了一条新裙子 背上他给我买的那个香奶奶小金球 离开校园 他打了一个车 但是十分钟之后 他就让司机停车 我们在路边下车 紧跟着 一辆鹅黄色的宝石杰卡燕 停在路边 周黎打开副驾驶室的门 扶着我上车 司机下车 换了周黎开车 晚晚工具箱里面有零食和晕车贴 路有点远 周黎说道 我打听过 这车坐着比较舒服 我心中有些感动 我有些晕车 这等小事他都注意到了 周黎 就算如此 你也不要租这么贵的车 我吃点晕车药就没事了 我低声说道 这一次 周黎只是笑笑 车子直接开到一家工厂的院子里面 周黎停下车 扶着我下车 我就听到有人大声招呼道 周公子 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呀 周黎和他们寒暄了几句 又和他们介绍我 我女朋友晚晚 我就说呀 特意催着我 今天就要把镯子带过来 原来是有女朋友了 我看到一个年龄大概在三十多岁的美妇人 笑着和周黎打招呼 周黎带着我走进厂房休息区 我看了一下 地上 货物架子上 都摆放着大大小小 形状各异的石头 以及一些我没见过的机器 像集了一个廉价的石料加工厂 还有几个人 围在一块石头前 低声交谈 我们在休息区坐下来 周黎称呼那个美妇人张姐 张姐把一个手提箱放在茶几上 打开 伸手摸了摸我的手腕 说道 周公子 你的小女友太瘦了 五十七圈口的镯子有些大 说话之间 她打开手提箱 送到我面前 我顿时头晕目眩 张口结舌 周黎拿起一只玻璃种挑绿 带着芝麻点雪花棉的翡翠手镯 说道 晚晚 戴上试试 我结结巴巴 没有能够说话 这几年 翡翠被炒得红红火火 我和摄友们 曾经在宿舍 看过翡翠手镯直播 差不多成色的这种翡翠手镯 至少都是百万起步 张姐不由分说 拿了一个塑料袋子 作为润滑剂 直接就把那只玻璃种 飘金丝正阳绿的翡翠手镯 戴在我手腕上 然后又把另外一个同样是玻璃种正阳绿的翡翠浮瓜挂在我脖子上 笑道木耐料清爽温润 何事小姑娘带着 周公子 你看看 没问题 给我签收一下 我心里着急 一把抓过周黎 连连摇头 翡翠太贵了 尤其是这种极端好的翡翠 更是天价 一个翡翠手镯 小城市可以买一套房 晚晚 你不喜欢吗 周黎在我身边坐下来 低声问道 我 太贵 我感觉心跳都有些跟不上节奏 几百万的镯子 就这么戴手上 旁边 张姐扑斥一声就笑了出来 周黎轻轻地说道 晚晚 这是我自己赌石出来的翡翠 不贵 头料都被我卖掉了 就剩下一块尾料 给你做点首饰 我听说过赌石 翡翠在开采出来之后 表面裹着石皮 称作毛料 至今为止 任何仪器都没法自透视翡翠毛料的表皮 于是就有了赌石这个行业 有经验的老手 能够根据翡翠毛料的表皮 来判断一块料 到底是完石还是美玉 真的 我问道 真的 要不 我哪里有钱买翡翠 周黎笑道 我正欲说话 听到外面汽车喇叭声音 紧跟着 就看到 席香薇带着唐月走了进来 周黎和我说 让我坐着玩玩 她去看看今天的翡翠毛料 我笑着答应着 看着手腕上的翡翠镯子 真正的玻璃体 荧光很强 有着三指宽的绿 颜色非常浓艳美丽 漂亮的芝麻点 大小的雪花棉 不但没有破坏翡翠的整体美感 反而增加了一点韵味 福瓜有点大 颜色和手镯上的颜色一模一样 一看就是一块料上下来的 我心中私存着 我先给它收着吧 现在我自然也明白过来 这地方不是廉价的石料加工厂 而是翡翠毛料厂 那些看着不起眼的石头 随随便便一块都要几十万 我从来都是一个安静的人 并不怎么喜欢凑热闹 我也曾经听说 赌食规矩很多 所以我拿出耳机 安静地听英语单词 呵呵 春晚晚 你居然在这里 我抬头 就发现 唐月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我面前 拿下耳机 我说到 唐月 你已经追上习笑话 可以把我的钱还给我了吧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 唐月竟然牛逼轰轰地对我说 谁还要你那点 小钱不成 然后 要了我银行卡账号 直接给我转账 我心中狐疑 我和唐月是邻居 他父母都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 三十万对于他父母来说 都不是小数字 今天他怎么这么豪爽阔气 说还就还 开始我知道 唐月骗了我之后 也曾经想过 报警 或者直接找律师 寻求法律援助 但是 一想到 毕竟从小一起长大 我也不希望 因为此事 就在他的人生履历上留下 不可磨灭的污点 所以 我就一直都忍耐着 春晚晚 我说你又蠢又傻 你还不承认 唐月讽刺道 大学本来就是社交的 你这么努力 也就是一个小镇做提家 就算毕业了 也是给人家打一辈子功的命 没有等我询问 唐月就开始夸夸其谈 原来 最近这段时间 他一直都没有上课 而是跟着习香薇奔走在街阳的街头巷尾 学习赌食 据他所言 习家是做翡翠玉食生意的 家里有一个很厉害的赌食高师傅 最近正带着他赌食 他已经赌涨了两块料 赚了八十多万 我几次想要说话 都被唐月直接对了回来 在我得知 他竟然回了一趟老家 把家里唯一的一套房子做了抵押 贷款了一百二十万出来 到此准备孤注一掷的时候 我心里就知道不妙 念在是邻居的情分上 我劝说道 唐月 既然你已经赚了钱 就应该建好就收 不料我话刚刚出口 唐月竟然嘲讽 春晚晚 你就是头发长剑时短 我今晚就能够赚几千万 唐月一脸的致满一得 规划着未来的美好前景 赚钱了 在阳城买大别墅 将来迎娶习香薇 他还说 习香薇是独生女 娶了她 将来习家的家产 自然也都是她的 说到激动的时候 他满脸通红 那边突然踩声雷动 紧跟着 我就看到周黎向着我这边跑过来 看到唐月 周黎脸色一沉 冷冷地说道 唐月 你要追习香薇 就好好追 不要骚扰我女朋友 说着 他伸手把我拉起来 说道 来 晚晚 你过来看看 我刚刚解释出来的翡翠 你看看颜色可喜欢 给你做首饰 我看着摆在就报纸上鸽子弹大小的八颗绿疙瘩 终究好奇 拿起来看着 问道 周黎 这就是翡翠 为什么看起来没有那么亮 旁边 张姐笑道 晚晚小姐 翡翠也需要打磨抛光之后 才会熠熠生灰 就和钻石一样 切割好 在光的折射和反射下 才能够火彩翼翼 周黎就这么笑着 对我一脸的宠溺 周公子 你看 你家晚晚小姐不喜欢哦 卖掉吧 八百万 价钱不合适 我们还可以商议商议 一个中年大叔大声说道 我心里咯噔了一声 八百万 这是什么概念 旁边 还有人乱糟糟的起哄 我想了想 捏着周黎的衣角 扯着他走开几步 低声说道 周黎 要不你卖掉吧 拿着钱买套房 我发现 我还真是小镇做题家 典型的穷人思想 首先考虑的 竟然是有房无待 将来也可以作为安身立命之本 没法子 姥姥从小就教导我 要趁着年轻多读书 多攒钱 周黎摸出手机 翻了翻 找出来一张图 上面是一个美女 戴着晶莹剔透 鸽子弹大小的一串翡翠项链 周围都有小钻石点缀着 晚晚 喜欢不 周黎问道 我也是女生 又怎么能够拒绝珠宝美玉的诱惑 所以 我点点头 说道 我是很喜欢 但是 我已经有手镯和浮瓜了 周黎用手指在我头上轻轻地戳了一下子 低声说道 小傻瓜 得拢就不能忘数了 他说 难得找到玻璃中正阳绿带火色的料 卖掉太可惜 那边 几位土豪又开始催他 但是 周黎说不卖 要留着给我做首饰 和张姐签约了委托加工镶嵌协议 我留神听他们说 镶嵌费用大概就要十到二十万 因为配这等橙色的翡翠 需要极好的南非钻石 哪怕不是大钻石 也一样价值不菲 周公子 还有一块料 解石 速度 有人催他 周黎拉着我过去 把一块比篮球还要大一点的翡翠毛料固定在解石机上 按着手柄 准备解石 刚才 我没有看还好 现在我站在一边看着 顿时就紧张得不成 心脏砰砰砰地跳着 很快 解石机的砂石就停止转动 周黎揭开上面一层石片 众人一窝蜂地抢着去看 包括唐月和席香薇 然后 大家就乱糟糟地找周黎开价 很快 价钱就开到了一百五十万 各位 不要闹 人群中 我听周黎大声说道 周公子 你可不要说不卖 就是 你家婉婉小姐带不了这么多首饰 赶紧卖掉 周黎大声说道 我说 这料还有很大的笃性 我再切一刀 我家婉婉的首饰 自然要极好的 不要这种 人群中 有人善意地笑着骂她 还有取笑我们的 那块料 再次被固定在解石机上 我听着砂石转动的声音 再次紧张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我敏锐地感觉到 旁边 有人狠狠地弯了我一眼 我侧手看过去 竟然是席香薇 唐月站在她旁边 紧紧地盯着解石机 脸上有着兴奋和激动的潮红 眸光里面射出贪婪的光 等着砂石停止转动 唐月竟然是第一个 向着解石机扑过去的人 白底轻肿 我就听到这一句 然后 很多人扑上去看着 最后 通过一轮竞价 那块翡翠 以五百万成交 买家 竟然是席香薇 周黎给我转账了五万块 说是给我零花钱 我忍不住就笑了 什么时候 大学谈恋爱 男朋友需要支付女朋友零花钱了 趁着另外一位大叔解石的时候 我偷偷问周黎 刚才的翡翠毛料他多少钱买的 他说两块料八十万 今天他赚大发了 等下要请我喝奶茶 这边 杨老板叫了各种外卖 说是还有一车翡翠毛料 要晚一点到 大家吃点东西玩玩 众人都不在意 周黎给我挑了一个鸡腿汉堡 问我 困不困 我笑着摇头 另外一边 唐月似乎和席香薇吵架了 我看了一眼 周黎竟然吃醋了 扳着我肩膀 让我看他 还说 他比唐月好看多了 他们怎么了 我低声问道 来老杨这边 参加晚上的拍卖 新人需要燕姿 周黎低声说道 他要么今天先买货 不能够低于二百万 要么 今晚就只能看看热闹 以他的习性 想来是不会只安于看看热闹 周黎说着 又对我说 我和他是真的不合适 我是温和稳重的人 他性子跳脱 虚荣 酷爱攀比 又极易冲动 我偏着头 觉得周黎说得很有道理 晚晚 我很庆幸 他竟然不喜欢你 周黎轻轻地说道 否则 我可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看着他清俊温雅的容颜 我也忍不住伸手 在他额头上戳了一下子 顿时 他就一脸傻笑地看着我 那边 唐月终于挡不住诱惑 跑去挑选翡翠毛料 习香薇带着保镖 在休息室的另外一边坐下来 看他的目光 带着几分冷漠和嘲弄 像是看着一个跳梁小丑 我想了想 问道 如果解释解不出翡翠来 那会如何 亏了呀 周黎低声说道 晚晚 你看那边 他告诉我 就在刚才 这省的马老板 五百万买的一块翡翠毛料 切开 里面竟然都是裂纹 不值钱 老杨回收 好说歹说 给了三十万 马老板瞬间就亏了四百七十万 我再次听着 心脏都有些不舒服 曾经看过一些关于赌食的传说 这一行需要有资深的赌食师傅带进门 从小多看多练 就像我们考试刷题一样 但是考试做题 还有公式 小镇做题家也能逆袭 赌食 没有公式 只有累积下来丰富的经验 以及运气 周黎说 他是运气极好的人 唐月抵押了房产 刚才听说 还找亲戚朋友借了一点 他 有这个运气吗 晚饭 是隔壁酒店送过来的 自助模式 众人想要吃什么 就随便吃 周黎给我挑了一个鸡腿汉堡 把奶茶吸管插在杯子里面 这才递给我 我慢慢地吃着 那边 唐月似乎和杨老板发生了冲突 吵了起来 杨老板火气很大 大声说道 你爱买就买 不买拉倒 没钱 跑来接养赌食 耍流氓吗 唐月气的脖子上 青筋都抱了起来 我多少还是有些了解他 他虽然家境普通 但从小到大 他家全家老小 都需要以他忠心 绕着他打转 稍有不顺就闹脾气 平时他喜欢攀比 炫耀 最恨的就是别人说他没钱 我很快就知道 原来他看上了一块翡翠毛料 杨老板开价要280万 但是他所有的身价加起来 也才230多万 这还是抵押了老家房产凑来的钱 他提出来 他支付230万 等着他解释出翡翠卖掉 再给杨老板 鉴于赌食的特殊性 杨老板直接就被气乐呵了 自然不会同意他的无理要求 他跑去找习香薇借钱 习香薇拒绝了 晚晚尝尝这个烤虾 这边周黎拿了几寸烤虾 包了壳给我 让我做梦都没想到的是 唐月竟然再次跑来找我 春晚晚 你故意的吧 明明知道我要赌食 你让我还你钱 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周黎沉着脸说道 唐月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别骚扰我女朋友 但是 大概是邻居 他知道我性子温软 又说了我好些难听的话 周黎一怒之下 就叫了杨老板这边的保镖过来 要把他轰出去 周黎 你给我等着 说着 他拿着手机出去打电话 我气得不成 我怎么就瞎了眼 曾经喜欢过这种男人 周黎小声地安慰我 我忍不住问道 周黎 我真的像唐月说得那么不堪 周黎连连摇头 把我夸得像朵花一样 我发现 周黎真是体贴入微的那种人 和我相处 总是照顾着我的情绪 大概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听说 唐月打电话回去闹 让他父母给他借钱 他又网贷了几万块 凑到了272万多 好说歹说 杨老板同意了这个价钱 但是 杨老板和他签约了协议 赌食 买定离手 盈亏自负 再然后 唐月一脸地激动 兴奋 准备解食 我偏着脑袋看着 很好奇 周黎拉着我过去围观 由于唐月要解食 很多人都忍不住过来看着 他请教了 习香薇那边的一个高师傅 但是 人家高师傅 就这么秀着手 不冷不热地说道 毛料有些大 直接切个一刀吧 翡翠毛料被固定在解食机上 刀片飞快地转动 这一次 我没有紧张 只是好奇 对于我来说 堵食 解食 真的是新事物 等着解食机的刀片停止转动 唐月就迫不及待地 揭开薄薄的一层石片 众人也都围拢过去看 周黎就在我身边 我发现 他的嘴角 擒着一抹淡淡的笑 并没有抢着看 我凑在他耳畔 低声问道 怎么了 会有翡翠吗 周黎微微摇头 说道 我不看好这块料 人群中 我听到唐月粗鲁的叫骂声 一刀切下去 一点绿都没有 然后 他又把那块料 固定在解食机上 横七竖八切了好几刀 无奈 切出来都是白花花的石头 质地还不怎么好 于是 他气得只嚷嚷 说是杨老板骗他 让杨老板退他钱 杨老板只是笑笑 说是签约了买卖文书 盈亏自负 唐月还要闹 但是 这个时候 外面有车进来 杨老板就懒得理会他 我也不知道 他跑去找习香薇说了什么 两人吵嚷了几句 好像听说 他去找习香薇借钱 还想要赌 结果 习香薇一怒之下 甩了他一巴掌 唐月又跑过来找我 这一次 态度放得很低 求我借点钱给他 他说 赌石一时赌垮是常态 他一定吸取经验教训 让我借点钱给他翻本 我果断拒绝了 吸取经验教训还要赌 这不是开玩笑吗 唐月 赌石是一个技术活 你应该脚踏实地一点 好好读书 将来找一份稳妥的工作 叔叔阿姨们挣钱也不容易 我劝说着 够了 春晚晚 你不借就不借了 别拿着这些大道理压我 唐月大声呵斥道 他周厉可以 我为什么不可以 那边 周厉跑过来找我 拉过我的手教道 晚晚 快来 你都把他甩掉了 你还和他说什么 甚至 他还故意大声说道 我会吃醋大 我都不知道 高冷地笑草周厉 什么时候学会的卖萌 那边 车上卸下来好些翡翠毛料 周厉等人都扑过去看着 一群人凑在一起商议着 西香薇带着自家赌食老师傅 也买了两块料 没有当众解食 准备运回去 最后卸下来的是一个大木箱子 里面竟然是一块有一吨多种的翡翠毛料 黄褐色的表皮 表面上还露出来一块有巴掌大小的绿 清脆透亮 哪怕我不懂得赌食 我都知道 这块料一准价值不菲 我感觉挺好玩 跑过去也看着 这块摸摸 那块摸摸 大概是看在周厉面上 众人对我都很友善 玩了一会子 周厉把我拉到一边 低声在我耳畔说了几句 我闻言 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低声说道 我以为 还价是女人的特权呢 说着 我就跑了过去 招呼老杨 指着一块长约有三十多公分 黑漆漆的翡翠毛料说道 杨先生 这一块多少钱 老杨似乎很是诧异 笑着询问了几句 开价要三百万 刚才周厉和我说 希望能够把价钱压在三百万以内 我以为很难谈 没想到 老杨开价就是三百万 老板 我没有那么多钱 我笑得一脸的天真 说道 能够便宜一点吗 这 老杨似乎有些纠结 想了想 说道 晚晚小姐 你是周公子带来的朋友 想要买一块切着碗 我也理解 但是这块料 可是正宗老怕感的料 你看 真正的黑乌纱 我一脸猛 说道 杨先生 老怕感是什么东西 旁边 有人直接笑了出来 杨老板一脸的无奈 说 最少要二百八十万 我笑着说 二百五十万比较合适 晚晚小姐 这是骂人的话 杨老板打趣道 我文言却是心中大喜 看样子 二百五十万可以谈啊 当即笑道 要不 二百四十九万 省下一万块 我去买个包 老杨摇头 说是要二百五十二万 我有些肉痛 但还是要了杨老板的银行卡转账 刚才 周黎给我敲咪咪地赚了三百二十万 说他刚刚赌涨 如果他问价 杨老板会就地涨价 特意让我过来问价 如今 顺利拿下这块翡翠毛料 我心里很是开心 忙着招呼周黎帮忙 很快 那块料就被固定在解石机上 我本来还准备体验体验电磨机 但是周黎说 解石是体力活 他那一手老茧就是这么来的 这块料比较大 直接切一刀就好 说实话 我看着周黎解石 我再次心跳都有些不受控制 握紧拳头 死死地盯着解石机 刀片停止转动 周黎小心地分开两个切面 用了清水冲洗了一下 让我出乎意料之外 这块料 除了两公分多厚的表皮 里面竟然全部都是绿盈盈的 颜色看着极为鲜艳 用清水冲洗过后 清亮的绿色喷勃而出 像是春天的树叶子一般 晶莹剔透 干净明亮 一瞬间 所以人都围过来看着 再然后 我还没有回过神来 手里就多了一打明片 很多人乱糟糟地给我开价 很快 价钱就飙到一亿开外 我从未见过这种场合 紧张地忙着把周黎拽住 说道 我不懂 你们问我男朋友 周黎和我说 那块料很大 小的那边 也可以出玻璃中满绿的镯子 市面上 满绿的翡翠手镯 可遇不可求 把小的一块留下 给我做首饰 大的那边卖掉 我自然是没有意见 周黎说 一千万欧阳起拍 很快 大的那边的料 以一千三百五十万欧元的价钱 卖了出去 买家是刚才和我说过话的一个胖子大叔 让我把银行卡给他 我说 让他直接打周黎账号 毕竟 这是周黎的东西 打我账号 我等一下还需要给他转账 大笔金额转账 手续费也不便宜 突然 有人重重地拽了我一把 我身体站立不稳 差点就摔倒在地上 钱给我 给我 我才是婉婉的男朋友 唐月冲了过来 大声叫嚷着 然后 他就要去加胖子大叔微信 翻出皮夹子 把一溜的银行卡亮出来 婉婉 你对他们说 我才是你的男朋友 唐月再次想要拽我 这一次 我有了防备之心 周黎也有了准备 帮我挡在背后 冷冷地说道 唐月 整个大学都知道 你在追习香薇 不要骚扰我女朋友 人群中 有人大声说道 是不是人家男朋友 你说了不算 得人家大姑娘说了算 对对对 众人都附和着 让唐月不要闹 他盯着我 恶狠狠地说道 春晚晚 告诉他们 我才是你的男朋友 你不是 我摇头 语气坚定地说道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追你的笑话去 我谈我的恋爱 你请不要再做纠缠 唐月还要胡搅蛮缠 杨老板忍无可忍 跑去征求习香薇的意见 毕竟 人是他带过来的 习家是揭阳有名的珠宝商人 一个男人 一边说要追我 一边又为着 一千三百五十万欧元 跑去骚扰前女友 我习香薇有这么见 要这种人 习香薇的声音很清脆 很响亮 在场很多人都听到了 鉴于这个缘故 杨老板就直接让保镖 把唐月赶了出去 那块一吨多的翡翠毛料 是拍卖的 又来了几个人 竞争非常激烈 周黎出了两次价钱 就放弃了 最后 拍下那块料的人 竟然是习香薇 他家赌食老师傅 现场解食 解食的结果倒还好 绿虽然没有彻底吃进去 但也吃进去一部分 我听他们议论 那块料 习香薇至少可以赚两千万左右 回到学校之后 我还是如同往常一样上学 唐月的情况很是糟糕 回到学校又多次骚扰我 找我借钱 我知道他要去赌食 自然不会再借钱给他 但是他的朋友们确实不知道 都借了钱给他 多的三五千或者上万 少的几百块 他拿到钱就去赌食 很快 欠了一屁股的债 被闹了出来 频繁旷课 加上借朋友钱不还 被同学们举报 他还借了地下钱庄的高利贷 被人找到学校宿舍要债 鉴于以上种种原因 学校就直接把他开了 我假期回家 得知他家房产抵押掉之后 没钱赎回 如今他父母租住在廉价的破旧小区 他妈妈还跑去找我姥姥借过钱 我姥姥不见 被他妈妈骂了一通 唐月根本就不回家 跑去玉器加工厂打工 暂且落脚 我英语六级考得很顺利 拿到证书的那天 周黎笑着说要送我礼物 我以为他又要给我买包买衣服 结果 他开车带我去海棠华府 领着我走进一座装修奢华的别墅 里面有三个人迎了出来 笑着招呼我们 周公子 你看看 没问题 我们过户 晚晚 来 周黎招呼我坐下来 说道 你看看 房产过户合同 过户给我 我一个人 我简直不敢相信 这地方的别墅 房子不是太大 但是小花园的面积很大 有八百多平方米 价钱吗 自然也贵得离谱 看着周黎递过来的笔 我愣了一下子 没有接 晚晚 怎么了 周黎低声问道 你不喜欢吗 我站起来 冲着房产中介和律师笑笑 拉着他走到外面院子里面 如今 院里紫薇花开得繁盛之极 团花促锦一般 晚晚 你要说什么 周黎有些忐忑地看着我 我斟酌了一下子 这才开口 说道 周黎 我们现在还是恋爱关系 买房是大事 你应该过户在自己名下 周黎张口要说话 我忙着摇头 伸手捂住他的嘴 低声说道 大学恋爱 能够修成正果的不多 现在 你喜欢我温婉和顺 将来 你若是见到更好的 不再喜欢我 想要找我讨回房产珠宝 我慕你翡翠 爱你金钱 更愿你容颜如玉 若是将来 你生意上有些为难事 让我卖房子卖珠宝 我自毫无怨言 但若是 你另结新欢 我难免心生不愤 到时候 你却如何是好 周黎呆呆地看着我 突然 他一把圈住我的腰 结结巴巴地问道 婉婉 你刚才说什么 你喜欢我 你们文科生表白 都这么文艺吗 我的天 我差点就没有回过神来 说着 他直接捧着我的脸 一口就亲了上来 我被他逗乐了 笑道 我们都谈恋爱这么久了 我 我一直都以为 你不喜欢我 就是闹着婉婉 我看着周黎 笑得像是一个傻子 忍不住说道 周黎 你是我们大学的校草啊 高岭之花 你有点自信好不好 我没有 我一点自信都没有 周黎连连摇头 说道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追女孩子 不瞒你说 我还打电话问过我爸 可他也是大老粗 不懂啊 我目瞪口呆 他居然还打电话 问过家长 突然 我就想到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我和周黎相恋 原本我以为 这就是一场 风花雪月的游戏 他没有对我说过 他家里的种种 我的大体情况 他却是了解 从他种种表现 我也知道 他家应该属于 传说中的世家豪门 这 他父母能够同意 我们的恋情吗 你父母同意 我们的在一起吗 你可是 富家豪门大少 我这么一颗小白菜 我不无担心地问道 婉婉 你是不是狗血电视剧 看多了 周黎满心欢喜地说道 我爸可是说了 你是书香门第出身 我乃是商谷人家 我和你之间 我算是高攀的 婉婉 我们先把过户手续 办理好 等一下我告诉你 一个小秘密 周黎一脸神秘地说道 周黎已经处理好了 方方面面的诸多事情 我只需要签字就好 律师告诉我 大概一周 我就可以拿到房产证 等着律师等人走后 我还有些回不过神来 买房不是大事吗 首先得提前几年准备钱 然后看个半年 各个楼盘做比较 价钱 地理位置 物业保洁等 都需要考察 而我 好像就是跑去菜市场 买了一个大白菜 哦 不对 这个大白菜 还不是我买的 是不是太草率了 周黎 我们就这么买房了 我还是有些 回不过神来 周黎笑着点头 你刚才说要告诉我 一个小秘密 周黎笑得像是 小狐狸一样 说道 晚晚 如果我说 我是骗你的 你会不会揍我 我想了想 这才说到 你太好看 舍不得打 周黎被我逗笑了 摸出手机 调出一张照片 递给我看 那是我的照片 高二的时 在一家汉服体验馆 拍的汉服照 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 我诧异地问道 你妈妈给我 周黎笑着 我一脸惊愣地看着她 周黎告诉我 我妈妈在她小舅舅的研究所工作 而她小舅舅 追了我妈妈十几年了 自然 周黎也一早就认识我妈妈 在她还很小的时候 我妈妈就常常和她开玩笑 说是要把我介绍给她做女朋友 我妈妈不但嘴碎说 还常常找她秀我的照片 导致的结果就是 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我妈妈就这么悄咪咪地 把我卖掉了 唐月在我隔壁宿舍 我是从她嘴里 得知你和我竟然在一所大学 周黎伸手揽住我的腰 轻轻地说道 那个时候 你和她在谈恋爱 我偷偷去看过你 我很羡慕唐月 我笑着问她 为什么不来找我玩 对于这个问题 周黎只是笑着 周黎那张搬砖的照片是怎么回事 我忍不住问道 提到这个事情 周黎有些无奈 她说 她有一个表哥是建筑工程学院毕业的 当时她接了一个工程 天天跑工地 去年暑假 她看着好玩 就跟着表哥一起去跑了 那张照片 她就是故意打扮成那样 摆拍 照片是她自己发的朋友圈 说她在工地搬砖 再然后 事情就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了 首先 她那张照片被唐月道图出来 发到了学校公告栏上 说她家境贫寒 寒暑假都在工地打工 从那以后 很多同学都对她冷嘲热讽 周黎曾经想过解释 但最后想想 她有钱 没钱 都和别人没有关系 又何必解释 给了唐月不切实际幻想的是 习香薇曾经跑去找过她几次 于是 唐月就认为 习香薇就是恋爱脑 喜欢清俊美男 周黎可以得到她的青睐 她唐月模样 也长得还算英俊 努力一把 追上习香薇 金钱美人双丰收 我偏着脑袋 故意说道 你老实交代 你和笑花是不是有一腿 我家和她家有生意往来 周黎老老实实地说道 她找我也就是问翡翠 赌食 不会谈别的 周黎告诉我 当初唐月追习香薇 各种不要脸死缠烂打 她拒绝了 她竟然带着几个人 把她堵在厕所门口 强吻被习香薇甩了一巴掌 后来习香薇就在她们的小群里面问 怎么办 有一个妹子就提出来 让唐月给她买一个大几万的包 这等奢侈品 绝对超出普通大学生的负荷 她就会知难而退 我当时提出来 让她筹二百万过来 也是一样 想要刁难她一番 让她别闹了 周黎告诉我 当习香薇提出这个要求之后 唐月借口凑到了钱 约了习香薇在酒店客房见面 然后她纠缠习香薇 想要把生米煮成熟饭 还撕破了她的裙子 习香薇被彻底激怒 她也是天之娇子 从小长得漂亮 又出身富贵人家 哪里受过这等委屈 于是习香薇假装带她入行 然后她又让家里的赌食师傅哄她 说她天赋极好 是赌食的好料子 事实上就是捧杀她 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起唐月的奶奶 她就是在这种捧杀环境下长大 她奶奶 她妈妈平时都一个劲地吹嘘她聪明 她的人生也算是一帆风顺 没有经历过挫折 所以让她一厢情愿地认为 她就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星星太阳都要围着她打转 她要追个白富美 自然也是手到擒来 甚至她会认为 她看上她 那是她的福气 她怎么可以拒绝 就像她找我借了三十万 理直气壮地认为 她都找我开口了 我怎么可以不借钱 那是她给我面子 我打电话告诉我妈 我和周黎恋爱了 可把我妈给乐坏了 寒假 我带着周黎回去 见了我姥爷姥姥 自然也顺便拜访了我 爸爸和我继母赵姨 我爸爸还好 赵姨又是紧张 又是激动 张罗着给我准备嫁妆 事实上 唐月的认知是错误的 我爸爸虽然有点渣 劈腿赵姨 但平时给我生活费 真的超大方 另外 我那位继母赵姨 也一直都把我当作 亲生女儿一般看待 反而是我亲妈 一心扑在科研工作上 有时候两三年 才回家看我一次 就算回家 也只是如同孩子一般 带着我吃喝玩乐 很少管我生活 学习上的事情 周黎也开始带着我 融入她的生活圈子 看花 看月 看翡翠 我们开始了浪漫温馨的恋爱之旅 翡翠朝南海 雌雄珠树林 以你光守势 微蕊灿锦钦钦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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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